电脑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经常会出现运行缓慢 响应迟钝的情况 这可能是由于系统垃圾 多余的软件或病毒等原因导致的 那么 如何清理电脑 让它使用起来见不如飞呢 下面是一些方法和步骤 帮助您彻底清理电脑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 第一步 检查启动向 很多程序会在电脑启动时自动运行 占用大量资源 你可以通过任务管理器 查看启动程序 我记得有一次 我发现一个我不认识的软件在启动向里 占用了大量的内存 禁用电脑启动速度立刻提升了 禁用启动向前 最好先了解该程序的功能 以免误删重要的系统程序 第二步 清理磁盘空间 磁盘空间不足也会导致电脑卡顿 清理方法有很多 删除不必要的程序 文件和临时文件 我曾经因为下载了大量的电影和游戏 导致C盘空间不足 电脑运行速度极慢 我不得不忍痛割爱 删除了一些很久没看过的电影 腾出不少空间 电脑速度明显提升 文斗系统自带的磁盘清理工具 可以帮助你快速删除临时文件 记得定期清理回收站 第三步 扫描病毒和恶意软件 病毒和恶意软件会占用系统资源 严重影响电脑性能 安装可靠的杀毒软件 并定期进行扫描 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我曾经因为感染了病毒 电脑不仅卡顿 还弹出各种烦人的广告 安装杀毒软件并进行全盘扫描后 问题才得以解决 第四步 升级内存或固态硬盘 如果以上步骤都做了 电脑仍然卡顿 那可能是硬件问题 内存不足或使用传统的机械硬盘 都会导致电脑运行缓慢 升级内存或更换固态硬盘 可以显著提升电脑性能 这部分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 或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我个人就曾因为升级到固态硬盘 而体验到电脑速度的飞跃 那种流畅感 简直是焕然一新 第五步 清理回收站 电脑清理垃圾的最佳方法是 清理回收站 回收站中有很多被删除的文件 这些文件也会占用电脑的内存 可以在回收站中将回收站清空来释放电脑内存 清理垃圾时 误伤文件怎么恢复 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清理垃圾时 误伤文件或者担心误伤文件而不敢进行清理的情况 别担心 数据挖恢复专家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你 如果担心出现上述两种情况 可以在对电脑进行清理之前先下载软件 该软件操作较为简单 且软件扫描和恢复功能较强大 基本能满足大多数用户数据恢复的需求 电脑垃圾清理雾伤文件怎么办 建议进行以下操作 一、安装软件后 看看您需要扫描什么类型的文件 并直接将其勾选上 并且选择需要扫描的磁盘 然后执行扫描操作 二、等待首次扫描结束 在界面中对需要恢复的文件进行勾选 可以点击按类型查看来对文件进行选择和查看 如果扫描到的结果比较少 可以点击深度扫描后再进行选择操作 三按上述步骤将需要恢复的文件都勾选上 点击恢复后选择正确的保存位置并进行的等待 第六步 关闭自动系统更新 系统的每次更新都会带来占用空间的新内容 如果硬件设置跟不上 系统将无法再次启动 因此 最好关闭系统自身的更新 这样可以节省更多的系统空间 将光标一致这台电脑 右击 点击管理 进入计算机管理页面 选择服务和应用程序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谢谢大家了 电脑卡顿的原因 电脑卡顿通常并非配置不足所致 事实上 新装电脑时 由于没有安装大量软件或记录使用历史 它通常以最佳硬件性能运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可能需要下载和安装各种软件 而有时并不会过多考虑它们的安装位置 这些软件可能默认安装在C盘 并有些还会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 这些情况我们未必都注意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下载的增多 一些自启动的软件 在电脑启动时可能已经悄悄后台运行 耗费了大量系统资源 从而导致了电脑性能的下降 这就是电脑卡顿的一种常见原因 杀毒软件需要实时监控你的电脑 防止病毒入侵 杀毒软件会吃掉很大一部分电脑资源 也会导致电脑变卡 很多人以为电脑安装了杀毒软件 就不会中病毒了 其实我们平常使用的U盘 上网下载文件 很容易就下载到木马 病毒 只是一般情况下 病毒都是隐藏起来 不会攻击你的电脑 因为毕竟你的电脑 对它们来说也不值钱 如果真正爆发了 估计你的电脑只能格式化了 电脑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难免会有很多细小的灰尘进入电脑中 对CPU的散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导致热量散布出去 CPU功能降低 随着我们电脑应用软件安装的越来越多 电脑产生的缓存文件 垃圾数据也会成倍的增加 无疑是给内存 CPU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导致了电脑运行速度变慢 我们平时在下载软件的时候 如果操作不当 很容易下载一些流氓软件下来 在后台偷偷地运行 消耗掉了大量的电脑资源 以上就是关于电脑正确清理方法分享了 如果你的电脑运行变慢了 试试上面的方法吧 如果觉得内容还不错的话 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明天视频再见